那戰績怎麼樣 其實那是最後的結果 可是我覺得大家要去享受這個過程 你要讓自己真的都投入了 每個球員也都願意這樣去做 那我覺得最後的結果 其實就交給上天吧 其實我覺得我們精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這是自己最必要的 那結果你是很難去掌握的 打完亞運那天大家常常問我說 你有沒有睡不著覺 我說不會啊 回去很累很快就睡著了 但是過了兩天之後 常常回想到那個鏡頭的時候 心還是會痛痛的 但是我想球員們盡了他的最大的努力 那球球員們真的 所有的成本應該是教練來承擔 而不是球員 所以我想球員們 很感謝他們這幾年來的努力 我就想說我不是籃球員出身 我不是一個很專業的教練 但是我不會不高興 因為他們有他們講話的權利嘛 但是以我的戰績來看 我第一年代就進基督賽 第二年打冠亞軍了 事實上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樣子 我就認為說我已經夠了或滿足了 我一定會打到冠軍的 我絕對有這個把握 那至於說如果說沒有到這個成績的話 到了時候我會自然會下台 對我來講我 我這種工作我覺得是得來不易 因為我這個難求工作教練 我是非常辛苦得來的 我是從基礎 我只能說我今天可以這麼累這麼付出的 其實我也最主要的也是為了我的家庭 就像我講的 籃球是我的最愛 但是不是我的唯一 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再去完成我的最愛的時候 我還有我的唯一就是我的家庭 很期盼國內把教練制度把它建立起來 把這個教練的合約制度 或是保上制度把它建立起來 因為他們投入是非常的多 教練工作可以說是 他不法計算 他雖然練球是兩三個小時 但是他可能是從昨天晚上他就準備到現在 他的壓力 他的壓力 再來呢 訓練完明天的時間 雖然休假 但他出不去 他心都在這裡 所以他的投入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很多的先進的國家 他們可以把教練的這個制度跟保障 他們一直在建立 一直在追求 把它建立得更鞏固 更鞏固 球要強 教練要先強 球員要好 教練要先強 這樣子大家互相的切磋 他說慢慢慢慢 我想這球賽會越來越好 好 我們最後 休大中教練最後拋出這個話題很有趣 到底是一個好教練能交出好球員 還是好球員們成就了好教練 其實好球員絕對是可以烘托出一個好教練 因為戰績是一切教練的一切的依據 你只要有好的戰績 大家都說你是好教練 但以比較深層去剖析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好教練要把一個球員的調度 把他的潛能發揮到極限 把不好的菜炒成成一盤好的菜 才是最好的教練 我認為說其實在所謂好的教練來講 一定要好的球員 我呼應剛剛嚴肅說的 那另外如果說你是有很好的菜 可是你就炒不出來一個很漂亮的菜的話 就不是一個好教練 我就是缺一不可 不能夠少任何一個環節 不過總共一句話就是 再好的教練 再好的球員 但是球團不支持的話 不延續 其實也沒有用的 對我剛剛跟著聽到其實這兩位 他們這個行書跟這個小巷 他們都會選到那個炎家華 炎哥去當那個最佳總教練 事實上我是覺得啦 這個炎哥呢 他比較像是一個最好的一個領隊 他是一個領隊的好人才 他比較像那個小牛隊的老闆 阿媽Cuban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如果是很像喔 如果說呢 這個要選最佳總教練的話 我還是覺得是邱大總教練 邱大總教練 我們看他一路看他 帶新浪的時候 戰機好 後來那個跑到CBA去帶這個江蘇南岡隊 戰機好 拿下這個這個 差點拿冠軍 然後現在回來那個帶台皮 去年打到總冠軍賽 今年呢帶東森 要不是有那楊江受傷的話呢 東森事實上今年呢 也應該排名在前四名 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炎哥 不好意思喔 你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領隊的拳才 但是呢 說到教練的話 我真的覺得還是 現在這個七支球隊 邱大總是第一名 嗯哼 當然我們在給球員 球星們掌聲的同時呢 也不要忘了 在這個賽場上呢 還有一個工作 這個工作是這些人 不眠不休 日以繼夜來爭取來的 而且 太患率 可以說是在整個賽場上最高的 我們要給每一位 用心的總教練 最大的一個掌聲鼓勵 今天節目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也謝謝三位來賓 我們下個星期 SVLFocus節目再見 烏鑽石 喂 我快到了喔 欸 我馬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